台湾有组头利用云端科技经营地下六合彩 组头将豪宅当成据点 从大陆买云端资讯软体 传统以纸本传真下注 可是现在呢全改为电脑遥控了 连线野记者陈宇柔来为您报道 好的是万众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在绿油油的稻田间 这栋六层楼广达六千平 价值七千多万的豪宅 看起来是相当醒目的 而外墙是可以看到是架满铁丝网 甚至还架设监视器 感觉是相当森严 不过其实豪宅礼呢 是地下六合彩的签读战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法 需要很多的船机的迁入 所以我申请84支 那84支变成说我越多的部分 等于说我生意很好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它会整合到一个云端技术的部分 那查到的部分就是人头的部分 好的其实组头他的生意是相当的好 每期至少都有上千张的签单进出 每个月赌资是高达上亿元 那他们是用云端夺警察 以为没有证据隐秘性相当的高 没想到最后还是破功 栽在警方手里 以上是目前现场 最近情形将镜头交换给彭丽主播 好竟然现在呢 看到不法分子利用云端科技 来经营地下赌盘 不然 现在对于主婦的 可重打准什么